让人闻风丧胆的火葬场属于事业单位吗? 殡仪馆中的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究竟如何? 大家好,我是启鸣,本期话题火葬场 根据2022年数据,我国共有殡仪馆数量1722个,从业人员不到10万 而去年我国死亡人数高达1041万 算下来一个馆一年得处理尸体6045人,可谓是绝对的蓝海产业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的殡仪馆实际上还是标准的事业单位 其行政上归属民政部管辖,是妥妥的铁饭碗国家饭 就在去年5月,有很多地方的殡仪馆开始招聘工作人员 因为其工作性质特殊,该工作招聘要求并不高 基本只要大专以上学历,并且一般不现专业 但是想要干这一会儿,心理素质要求还是很高的 毕竟是与死人打交道 胆小的到晚上分分钟下出病来 如今殡仪馆内主要分为遗体化妆师、火花工、接运工等工作岗位 其中遗体化妆师一般就是给死者整理一容 进行简单的消毒、清洁、美容美发等基本工作 这还算是比较简单 但如果遇到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那就比较恐怖了 尤其是像什么尸斑、水肿、脱皮甚至于腐烂这种情况 化妆师们依然需要敬业的为其整理一容 尤其是因为遗体遭到破坏 在整理时说不定更需要专注和实现 那场面想想就觉得恐怖 像经典日剧《入脸师》讲的 便是遗体化妆师的故事 也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 遗体化妆师的招聘条件相对严格 基本都是科班出身并拥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 火花工主要负责遗体的火花和火花后的骨灰装盒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 随时随地都要面临动辄四五十度的高温环境 可谓是相当的辛苦 尤其是火花工妹还得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 不断注视着火花情况 适时的调整温度等数据 有时候遇到遗体中有生前植入钢板 心脏起搏器等物件还有一定危险性 相比起来接运员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 即主要负责遗体的来回接运和运送工作 虽然没有其他两个岗位那么恐怖 但一路上遗体的抬来抬去总是免不了的 尤其是晚上接运尸体 那恐怖场面想想都令人发抖 一人顶多个岗位 殡仪馆中的工作人员跃入国外 不是梦是真的吗 他们的福利待遇究竟如何 首先殡仪馆名义上虽然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但仅限于大城市规模较大的殡仪馆 实际上在我过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中 殡仪馆流程远没有那么明确 一个人干好几个岗位的事情更是家常变番 以我国如今老龄化情况 每年去世的人逐年攀升 而殡仪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日均处理二三十具遗体已经是工作常态 除此之外 殡仪馆内最可怕的无疑就是职业班了 毕竟人死是不管你白天黑夜的 再加上很多火化设备的维护保养 晚上值班也就必不可少 值班期间因为殡仪馆的特性 馆内环境往往非常安静 活人更是没有几个 身处其间 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还是很难顶得住的 最后殡仪馆的工作还很容易遭到外界的非议 很难被社会完全理解 如果辞职换工作顶着这么一份简历 那难度可想而知 如此严苛的工作环境 其待遇和福利自然也是非常好的 首先每天基本朝八晚五 加班的情况很少 虽然有夜班 但一般大调的殡仪馆 都是由外聘人员值班 基本轮不到编制内人员 其次 宾馆这种特殊工作 福利待遇自然也不会差 根据相关数据 三四线城市宾馆工资 基本都是在五千到六千 一二线则是八千到一万二 可以说是相当优厚了 另外像是无险一进 绩效年终奖之类的 也自然不会缺 像遗体化妆师这个岗位 因为直接与遗体打交道 家属们为了适者的体面和激励 往往还会各种给红包 那酸侠的月入过弯 基本不是问题 这份工作从待遇上看 虽然确实不错 但因为人们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真正肯干的还是很少 如今我国的殡葬从业人员 与实际市场需求严重不匹配 未来随着老龄化愈发严重 就需要我国对该行业 做一些针对性措施 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了 我国如今老龄化现状有多严重 占总人口近20% 那中度老龄化对我国未来殡葬行业 有何影响 又该如何应对 老龄化一个盘旋在我国头顶的 达莫克里斯之间 尤其是在如今我们生育率 死活上不去的情况下 要知道 我国去年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竟减少了85万人 而人口分布方面 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2亿8千多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19.8% 而全球老龄化门槛是10% 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 我国人口死亡率也在大幅攀升 根据去年数据 我国死亡总人数达到了1041万 死亡率为7.37% 而这一数据在2021年还只是7.18%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计划在2025年左右 实现殡葬服务设施全国所有现实全覆盖 如今全国已经拥有了殡仪馆2100多个 B服务站1300多个 人才方面更是在多所高校开设了殡葬专业 像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便申办了殡葬教育本科专业 而这还是这所职业学院第一次开设本科专业 如今我国经济持续低迷 年轻人失业率不断攀升 大量年轻人也开始准备 投入到这个福利待遇都不错的行业 而这无疑极大推高了行业门槛 现在全国好多学校都纷纷开设殡葬专业 无疑就是看中了这里面的人才缺口 相信随着这些专业的学习 我国未来的殡葬行业比较更加的专业化 并且随着日剧《入脸诗》和电影《人生大事》等聚集的热播 我国民众也越来越多的开始理解敬佩该行业的从业人员 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人生最后的送行者一定会得到全民的尊敬